龙头骨汇总,傅乐锡,通产力新六把,前拳,赫美集团三把,超跌理店,斯泰尔三把,市场空间,目前来看,基本是不可逾越的鸿沟,新锐科技和天华超镜都到在此,今天通产力新校五高换手放两六把,虽然没有想到,但还是希望他能打开校上的空间,打盘盖数,昨天提醒今天早盘开的较低的话, 可以进场低息,反正还是注意尾盘沙跌,今天大趴上午平开冲高后一路向下调整,我把昨天提的创业版底部小周期的图再发一下,最近这一轮指数是从盛州四大阳线开始的,当天正好是上一只妖谷天华超镜分析五把,我也是当天上车,妖谷牛谷一般都是在一轮下跌周期末尾开始酝酿, 然后市场回暖时开始不断往上打开空间,打开想象力,感觉这一小波周期即将结束,耐心等待下一次高潮,最近两天调整的一个重要万英制人民币贬值,纵观历史,以5年8月和16年初,两次人民币快速贬值,都带来了大趴迅速调整, 大家谨慎,板块分析填权美联心材今天一字非常超预期,昨日复牌正好填权,同学叠加理念概念,美联心材的强势直接带动赫美集团,今天冲击三版成功,赫美集团是前天开始填权,今天三版基本确定是第二波行情,能走多远不清楚,赫美集团二波谈中,又带动了制动力, 天花超近的全牛股的反抽,市场目前持续性的题材匮乏,阴差阳错又开始炒作填权,4-5月份那会填权可是走出了华丰股份,永和指控的大摇股,这一次不知道能走多远,PCB附同版今天金安国际,博弥电子,当科技竞价开盘,集体被顶一字,基本预示到顶, 这样的弱势市场很难接得起,我也是一直强调不接缩两一字的,该行业转暖,对业绩还是有改善的,后面可能有DC机会,贬值概念这个板块炒作起来可大可小,今天中原加剧,同为股份涨停,上一波龙头是华房股份,如果贬值继续,可能华房股份复制赫美集团那种,也可能重新拉一个低位龙头, 其他,一,业绩趋势股,风华高科,什么股份没有到定,可以看看前面方大炭素,大足激光,建新股份,罗牛山这种大市值趋势股怎么走,二次新我觉得还是反弹先驱, 大盘如果氛围开始好转,次新一般最新开始炒作,还是继续关注新锐科技,浮荡和金钱龙头,以及最近开版的江苏西门, 三,之前说家庭板块下半年行情好转,龙头先堂股份,着运两部尾力推电力市场化改革,对电力板块长期有利,关注江苏西门,滑能水电, 四,钢铁山马斯克超级高铁这个概念以前炒作过,有待观察,五,昨天揭秘了佛山老模式,也许它1.5亿本来今天可以重新运衡力里面出来, 但是经过昨晚的扩散,里面所有散户大户和利封跌停,这就是我说的,你必须在市场上不断进化,不管啥模式都不可能一直赚钱,你需要不断根据市场调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